開始應該是1900年之前應該就開始有了 但這些開發史的這些族群 歷史上不知道老師有什麼比較特殊的可以告訴你 謝謝 阿里山我剛剛講過 在清朝時期大概是漢人上到奮起湖附近 那麼應該阿里山的一個傳統的生活的民族 應該就是周族 那剛剛講過阿里山的開發過程當中 第一個發現阿里山的現在還是有爭議 不過基本上一般他就認為像當時的陸軍中衛 他就從花蓮上山然後經過玉山的北路發現一大片森林 那認為是阿里山的意義其實應該不是 他看的是玉山 後來就陸續有好幾個像石田長平 他是嘉義廳的一個記手 然後當時在蓋達邦的那個警察官署的時候 他去那邊監工 那聽到原住民說 在那個右邊七公里的地方有一大片森林 剛好遇到農曆新年 那些工人都回家 他就跟那個原住民講你帶我去 後來他發現說哇這個好大片的森林 他就回報當時的台南州的那個知識 讓他知道說這個大片森林 那這個台南州的知識為了要確定真的有那些森林 他派出一個叫做小麗媛傅次郎的人 那這個小麗媛傅常為什麼要派他 因為他有連夜背景 這個也是石田長平就帶他上山 的確是他把那個面積、柴積等等狀況 他就寫了一個負命書 那麼轉成到總督府 那這個我一般認為他們是真正發現阿里山的第一人 那後續有很多的調查 包括和和師太郎 包括甚至後庭新平 民政長官還帶隊上去 那這個都是開發的一個過程 那至於族群 族群有一個阿里山州族的一個騎郎 那麼他講出一個故事很好玩 他說日本人來 日本人其實跟台灣的各個族群都有嚴重的衝突 只有跟州族是最和平的 為什麼 因為日本人不知道從哪邊聽哪一個故事 他說日本人跟州族其實是兄弟的關係 那麼在很久以前 那麼這個州族 日本人要離開的時候 他們的主線跟州族的主線 就把一根劍折斷 那麼日本人就拿了劍的前面那一段 州族拿劍的後面那一段 所以他們當時跟州族講 就是說我們就是你們的兄弟叫Maya 那我們因為拿到劍的前端有金屬 所以我們的科技比較進步 那你們留在原地 因為拿劍的後端 所以你們比較純樸比較傳統 那因此阿里山的這些州族就信以為真 那因此跟日本其實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衝突 那另外我還知道的 州族的一些首領 他們日本人為了一來又威嚇 他們就把他招待到總督府 甚至招待到日本去 讓他們看日本的進步的情形 那他們也在阿里山設立了番桐教育所 給他們一些教育 所以在這個恩威定中的狀況之下 加上你剛剛講套那個交情 所以基本上日本人跟州族沒有太大的衝突 那至於州族有沒有參與阿里山的開發 資料顯示不多 因為當時開阿里山鐵路都避開州族的重要的部落 所以你看現在像達邦、像富特爺 這個部分都沒有經過 那所以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衝突 那至於說當時在開發森林 不管是竹鐵路還是伐木過程當中 除了從日本內地的木針、紀州地區 請來那些伐木的工人 不足的地方會找原住民 那至於是找了多少我查不到紀錄 但是有的話也不會太多 我從那個一些紀錄上面看起來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州族跟阿里山開發 並沒有太大的衝突 那反而是怎麼樣 他們的這些阿里山上面的森林被國有化之後 對他們影響是比較大的 因為它可能在狩獵啦 一些傳統的生活型態會受到影響 反而這個部分會比較大 我得到的資訊是這樣 不知道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那個當鐵路已經開通之後 其他有沒有相關產業跟隨著同時發展 跟隨著鐵路一起發展 那當然 日據時代 第一個就是伐木的聚落 伐木聚落裡必須要有一些生活的 一些用品 當時營運局就成立了一個叫做營家購買組合 那很多物資就送上山 我剛剛講 加一的物價不便宜就是 除了送上山 而且它的大部分來自台南 所以加一的物價是高的 那這個是日常生活的擺過 那基本上阿里山它是靈業聚落居多 那有一些是把整個全家帶上去 那其他人就是放假的時間再從阿里山下來 所以阿里山火車本來是運送木材的 可是他們說走路下來要花一兩天 所以他為什麼 他就 你在運木材的時候就坐在原木上面下來 慢慢慢慢 因為有這些客運的需求 會在這個貨車的那個一節一節當中 加掛一些客運 才慢慢的有客運的一個業務存在 大概是這樣 我知道有張腦 張腦 有啊 你從地名來講 你從阿里山聖年鐵路的沿線 從平地的竹棋 什麼鹿馬鏟 什麼木杏寮 這個一定會有 因為從清朝時期張腦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物資 那到日治時期張腦還是專賣取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項目 那如果在 因為張腦分布的海拔不會很高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那個張腦寮的部分 大概就是他的上限 那當時應該會有張腦這個行業在那個地方出現 所以他名字叫張腦寮 那再更往上面什麼焦麗品 焦麗就是高拉拉 那個蝌蝌裡面的一種木材高拉拉 什麼水色寮等等 就上去就沒有這種行業 謝謝 還有人要分享嗎 不過族群的確是 也是另外一個課題 我們後來的這個 森林鐵路的員工 到底或者甚至裡面 那時候要去這條鐵路 可能用比較多不一樣的人 甚至這個掃材過零中 到底是都請什麼叫的人來做 那甚至嘉義士這科目 就比較關閉到嘉義士 或是周邊的這個族群的 包括那時候我們嘉義士 很多什麼好主來的 冬酒來的 修復羅的 修朋友的 還是我們人口偶的 這也很多客家人 我想這個 其實在嘉義士一直有 這個部分可能就要嘉義士 也可以再加起來 來 因為有人要再分享嗎 沒吃時間 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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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下 時間就夠了 想一下拜年了 來 好人知道今天有你暗炒了 不好意思 因為我對阿里山外車很有興趣 阿里山 沿線 很多相關產業 我想要了解說 阿里山聖理鐵路跟 宗教天地教的關係 因為我有曾經閱讀過的 那個 從張腦寮開始 那個山洞 是日本的米士党開的 那米士党他太太就是天地教的 那過來嘉義 好像在火車站後面那邊有天地教 聽說移到水上去 這大約就這樣延伸來的 這個宗教問題想請教教授 謝謝 天理吧 天理教 天理教 對 這個部分我沒有做太深入的研究 但是我倒是可以跟你分享阿里山上的 那個阿里山上以前的宗教大概有分幾種 第一個是日本人到一個地方一定蓋神社 所以阿里山神社就是現在那個 慈雲寺 那個叫什麼庭 國外庭那附近 也就是阿里山的慈雲寺附近 這是第一個宗教 就是日本人他們認為的宗教 第二個 阿里山有一個阿里山寺 現在慈雲寺 日治時期叫做阿里山寺 那麼當時的一個叫什麼墨仙寺的 忘了那個名字 有一個字是沉默的墨 他來到阿里山發現說阿里山很像是印度的靈鳩山 因此他在那邊的地方蓋了一個阿里山寺 那至於日本人呢 他禁止台灣人做一些宗教行為 可是我們知道伐木的工人像那個 有很多是來自民間鄉 民間 那民間鄉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信仰就是 全天上帝 帝雅公 那帝雅公來的時候他伐木其實這種 越山區越多那種靈異傳奇 尤其那種真的是方教野外 那比如說在阿里山的上面有一個千人洞 它一個自然的那個洞穴 那當時在那個地方搭了臨時公寮 常常也會有一些靈異現象 那麼這些人就把帝雅公的那種信仰就帶到這個地方 那所以在戰後馬上就成立一個叫授身公 授就是授天公的授 接授的授 第二個的身就是森林的身 授身公 後來這個授身公才改名叫授鎮公 現在那天也說什麼 也是帝雅公啊 那不是春假的時候都會有那個 他生日的時候有蛾會飛到他身上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還有另外一個是二萬坪的地方 有一個大石壁上面看著 刻著南無阿彌陀佛 因為那個地方有很多 聽說晚上都有人在那邊講話 當地人嚇得沒辦法 就請和尚去刻著那幾個字 那我們不能笑他們 因為的確在那種還沒有開發 然後都是原始森林 甚至每天都要砍那個上千年的老樹 我們知道這個植物崇拜是自古以來的原始崇拜 不是我們現在才有的 你發現那個樹木那麼大 沒有神差 不是有神就是有靈 所以從文化資產的角度來看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可以討論的 就是文化景觀的部分 所以你剛剛這位嘛 你問我宗教 我知道天理教那個是有 好像到水上沒錯 但是對日本人的那個宗教 我比較 這次的調查沒有做出太多研究 導致漢人聚落的部分 或是阿里山伐木聚落 我大概也可以跟各位報告的這些東西 不好意思 沒有回答讓你的題目 那請問一下就是 那個剛剛影片有說嘛 就是阿里山公路就是完成之後 然後不是那個 有一個老闆就說 那個奮起伏那邊實在是一夜沒落這樣 那想請問就是 那他們是在那個時期是怎麼度過 然後阿里山鐵路是如何在 以觀光的方式在讀行期這樣 阿里山公路是民國71年開通 那開通的時候 因為它的運輸速度快 運量也高 那一般我們從嘉一坐火車 上阿里山 到了奮起湖附近 就是中午 那就是要準備吃便當 所以奮起湖的便當他們出名不下 所以你幾乎上到阿里山都要下午兩三天 那這個對遊客來講 他為了爭取時間 所以他大量使用公路 所以在那段時間 奮起湖他便當的生意就沒那麼容易做 那一直到什麼時候 一直到民國六十幾年 台灣的經濟逐漸好轉 逐漸好轉 那森林遊樂的事業也增加 那阿里山的火車 這個時候已經不運木材了 完全轉為客運 所以慢慢生意才復甦 那在這個沒有客人的過程當中 他們就回歸農耕的生活 就是有田的耕田 有地的種地 那沒有的都是幫庸 大概是這樣 但是你看他們都撐過那一段最艱苦的時候 慢慢觀光事業發達了 那邊又來了 他們的老街又開始變成一個相當具有原始風貌 也是因為這樣他們才有那個資源 如果當時他們被開發了 誰也不想去 或是去也沒什麼好看 就像九份大家喜歡去 因為它是保存了原來的那個房 那個採礦聚落的那個情形 我到九份去他們那個石頭 家跟家在那邊的石頭 走到上面去去看破 我心裡想奇怪 為什麼它的風景很難 我去破了在在 後來我才去了解 他們這個是有原因的 他們那個如果說外來有外來的人 在上面走就起起哭哭 你敢去偷東西嗎 你一個人走過 整個火都倒了 所以其實它有它的一個 你要了解一個區域 要真的要了解他們的特性 那我剛剛跟你報告的就是 阿里山公路曾經有一段時間 的確是衝擊了鐵路 但是現在鐵路 其實很多朋友對鐵路是關心的 我一直在講 阿里山鐵路你是用什麼角度來面對它 你如果是用文化資產 真是要申請世界於文化遺產的話 那我想國家應該是不能用那種收之盈虧 這種角度來看 你是保錄一個文化資產 如果是你真的是 把它當成一個唯一的交通工具 那另當別論 那真的是你看延貴 但是我是認為 阿里山擁有這麼深厚的人文、自然 還有景觀的一個深度 你單純把它當成一個運輸工具 那太膚淺了 你有什麼東西讓人家看 這個阿里山我想連那個 中共總理叫什麼名字?文家寶 他說我爬也要爬到阿里山 想必這個阿里山在大陸人的心目中 是一個非來不可的地方 不管是怎麼樣 你還是要把它當成是一個台灣很重要的文化市場 我是偏向這個地方 謝謝 你 你有沒有知道 好 來來賣公文的團結 來來來 社區大學 老師你剛才說 這樣是我們木材的程式 那其實木材的應用會對應到 我覺得老師也對我媽這場普及的 因為你說之前都是木材修復的一些領域 那全台我覺得 等了之後我覺得我們改期的 木材木結構的建築其實是非常密度是非常高 那其實也可能也是當時候的整個木材城市的 一些就地起材的一些可能造成的一些建築物 有很多的日照就是木造的這樣的結構 那其實在現在的嘉義其實還很多 其實它在密度上還有量上 其實跟其他縣市比較我觀察其實真的很豐富 那其實也因為這樣子其實都更在改變 所以一些房子其實像這樣木構造的房子 其實在嘉義是一直急速的在流失 那想要問的這個問題是說 其實我覺得像 剛才老師也有講到聚落這件事情 那聚落它其實會呼應到不同時期的一些 漢人或日本人局際的一個地方 那其實空間建築上 建築物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察 那您覺得說其實有沒有可能說 嘉義的一個整個那麼多的日照結構裡面 其實它加速流失 那有沒有可能站在一個保存立場上 我們要怎麼去做一個保存 因為可能技術上修復上跟材料上可能都沒有 但是其實用什麼樣的角度 是可以再把這些具有價值的木構造物 能夠用什麼樣的方式 能夠去做一個呼應 我是比較關注這個區塊 謝謝 其實就我所知 嘉義其實也指定了一些所謂的歷史建築跟古蹟 那尤其是營林的這個機關群來講 在林申東路那附近 像共和街 紅雅協會那個 那以前是山林課的一些宿舍區 那詩人的部分我們其實比較難界定 因為詩人他有時候 的確他每個人都希望住得舒服一點 那唯一目前比較好的做法就是 利用文化資產來指定 那像共和街 我所知道 裡面的古蹟跟歷史建築被指定的不少 而且它是公有的財產 這個成分會比較高 因此林務局他現在就有兩個計畫在做 一個是阿里山林業村 也就是現在我們的那個文化中心 文化區的附近那個區塊 裡面的什麼制裁所 這個整個的園區 另外一個是快翼生活村 也就是共和街 他把那些日治的宿舍把它整修好之後 希望能夠給遊客一個完全是快翼 快幕的一個氛圍的一個住宿場所 大概我知道是這樣 那其他像之前我們的那個 一些嘉義式的很重要的建築被拆掉 那是滿滿摁的 那也是很可惜啦 當然嘉義人我覺得 其實不只是嘉義 我看過很多地方同樣的 那現在因為文化資產保存法裡面 有一個佔定古蹟的一個這個條例 佔定古蹟我們一般就是講的那個 那個台北那個熱身條款 換句話說你還沒指定古蹟 但是一旦文化部門給你通知之後 他就是暫定古蹟 但是他在期限之內 你要確切的告訴所有人 所有者 這是不是古蹟或歷史建築 不是的話 所有者他可以做利用 是的話你不能動 所以我想這個是在非常 因為我們國人的一個概念 比較對古蹟方面比較有些 你應該保存 但是如果是我家古蹟的話 往往很多人就趕快 賣名叫一下 他就比較抖 這是很奇怪的現象 但是平常假日又很喜歡到古蹟 那個古一樣的地方去 這個心態是大概滿兩極化的 這個是值得我們深思啦 那至於嘉義我也真的是 因為像那個我們的市長 黃市長他一直就會強調 嘉義應該用木材來定調 木材之度 所以他很重視我們從車站 往我們這個文化局這一條線 那希望透過各種不同的句話 把它串連起來 那麼達到一個致客的這個效果 比如說像上阿里山的人 可能在華益生活中可以住一兩個晚上 然後上到阿里山本體 看一看這樣子 可能會增加遊客的一些滿意度 大概我所知道是這樣 那更高的層面我或許沒有接觸 我不是很辛苦 大概是這樣 好 我想沒有那個會後 再慢慢來討論 沒有那麼頂頂 老師沒有那麼早走 所以我希望你還可以更親力和對話 如果我們今天就是獎勢到這裡 我們希望大家又來動力師家開槓 動力師家開槓 我們待會兒去把遊樂條 好 謝謝